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赵传奇安排在我身边的眼界 对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还愣着干什么 是 大队长 关键时刻 你可不能做糊涂的事情 我问你 如果王善人真的去东坟县城告密 这么长时间了 小野为什么不过来交我的信 这我说我清楚 你藏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 又是赵传奇的眼界 你会不清楚 我可不可以认为 赵传奇在给我使离间计 大队长 你可不能执迷不误 犯糊涂啊 这事关一百多号兄弟的性命啊 好 我马上去找崔大馒头要人 你们两个听着 如果我晚上还没有回来 按他说的办 大队长 你不能去 我必须去 余小六是我的兄弟 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大队长 队长 这里的地形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 报告 郑伟 现在队传来消息 南坟县城的所有鬼子 都已经出动了 直扑姓花坡 所有鬼子出动 走不动现在 也就一百多号人 郑伟 情况很危急啊 南坟守备队的鬼子 直扑姓花坡 就说明小野 队走不动下手了 这样 三营长 有 命令七连 向姓花坡又一名 你带着八连 去增援县纳队和曲小队 我带着九连 去姓花坡 郑伟 还是我去姓花坡吗 别啰嗦 执行命令 一定能继续 李队长 都好了 大岛来了 大岛带了多少轨道 一百多个 离我们还有多远 马上就到了 告诉弟兄们 做好战斗准备 军队队的人听着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王军既往不咎 保护你们安全 否则 统统杀掉 别着急 能脱一分十一分 八路军的独立团 会来救我们的 大头 你听着 我们弟兄问 凭什么信你啊 我们放下武器 你们开枪怎么办 我以天皇的命运启示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我帮你们平安无事 走 你等等啊 我和兄弟们再商量商量 走不动 好兴致啊 这是要去哪啊 去找你 找我干什么 我听我兄弟说 于小六被你请去喝酒了 他人在哪儿 大哥 我对不起你 我让人给骗了 大哥 哭啥 脑袋掉了也给我站着 崔大馒头 你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不然 不然 这时候你还敢要挟我 小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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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给我追 大哥 我对不起你 商量好了没有 带党五分钟 这样不行啊 他们人太多 我一冲进来 我们全完蛋了 你等着 我带几个兄弟跟大脑谈谈 争取拖延点时间 不行 这要太危险了 放心吧 没问题 走 大岛军 别开枪 我们出来商量商量 大岛军 别开枪 我们商量商量 小鬼子 你们不得好死 给我打 打 打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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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